哈喽大家好我是林凯阳 不要咳嗽千万千万不要咳嗽 一咳嗽大家都怕死你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 2300万条人命等确诊 恐暴破口疫苗应先挡这些 好今天我们来谈一谈 什么人应该先打疫苗 什么人可以慢一点打疫苗 我很怕死我也想打 拜托给我打两针 我也真的很想打 好我打了针就有免疫力 至少还可以好一点 对不对 所以其实我应该要打 为什么因为我要做很多节目 所以我一定要打 你们在下方留言好不好 各位我们的亲爱的朋友们 我们都在下方留言 你觉得谁最应该打疫苗呢 对不对 当然我相信每一个人都需要打疫苗 但是现在在缺疫苗的状况之下 接着下来不要口水战 我们要疫苗 好谁讲的 几个市长都开口说话 科匹先开炮 第二个是侯友瑜 被阻挡这些善心人士跟企业 还有佛光山要进来的疫苗 另外我们的台中市长昨天也问疫苗呢 疫苗在哪里 炮火都相当猛烈 好我想大家都急坏了 最主要是急坏了 医疗系统恐怕要濒临崩溃的边缘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 尤其是科匹呢 他说 一个首长台北市最重要的一个市政首长 还做过医生 台大最有名的医院 对不对 而且他经历过非常非常多的生死命的这交官 我相信他看到的这些事情 他心里应该蛮痛的 所以他有一坨大便之所 就是说你吃了两万多块的餐 他签了字 跟去吃两百块 一百块的便当 上了厕所以后 那一坨大便 看不出什么两样 意思是什么 不要为了钱 不要为了钱 所有的人 应该要好好省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接着下来 什么人应该要先打疫苗 疫苗应先挡这些人 才不会这么多的破口 你们可以在下方里面 你觉得什么人应该先打疫苗 好不好 台湾老师也想先打疫苗 给我一个加油吧 好不好 谢谢大家 来我们来看一下便利商店员工 我们每天都要去便利商店买东西 对不对 然后现在有QR Code 对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没有隐私权 我今天去了一趟便利商店 谁们也好 哪一家全家什么来要付通通好 全部要QR Code OK 好 你今天到哪里 全部都知道 好 这应该的 为什么呢 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谈隐私权 最重要 你的行踪要报告得很清楚 这是政府的规定 我们就依法办理 好 但是便利商店的员工 他每天要经过多少人的手呢 第一个你进去买东西 他虽然有一点距离 他现在开始规定 我进去就要先QR Code一下 然后他还要你保持距离 里面内用的餐都不准用了 这个桌椅全部收了 不准你用 但是你要知道他的破口很大吗 当然是 第一件 想想看他每天要接触多少人 那这些人从何而来 他根本不知道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他们的辛苦 实在是没办法想象 而且你要知道 他们还有很多要找现金的 找零的 还有很多人去东摸摸西摸摸好 挑一挑三检四以后才买的东西 那些东西到底谁摸过 他也不知道 但是他们要抽空去整理 所以你觉得 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 二十四小时的 这些便利商店的员工 要不要先打疫苗 肯定要 全省有多少便利商店的员工 我们来算一下 Saven有四千多家 莱尔夫有一千多家 全家有两千多家 加上呢 哇 加上大卖场 我的天啊 想想看有多少几万家的这个便利商店员工 好一家便利商店 外面都要三几个人 他要三班次 好 二十四小时哦 Saven就二十四小时 莱尔夫二十四小时 全家二十四小时 请问一天要多少人 所以他们要不要先打 你可能半夜肚子饿了 想去买一颗 好像没有茶叶蛋 其实我蛮喜欢吃茶叶蛋 但是 你想买一碗泡面 买一瓶果汁 你是不是要到楼下去买呢 到隔壁去买呢 到前面去买呢 是的 所以这些要不要先打疫苗 当然要 这不能草菅人命 对不对 好 你们家人或者同学 亲戚朋友有人在Saven工作的吗 请你下方留言 真的要打疫苗 这太恐怖了 他们的哦 真是 还有现在要告诉各位哦 无症状感染的一大堆 计程车司机 包括那个淹水死掉 那个淹水死掉的阿伯 五十几岁的阿伯 我的天啊 我不是说我们这个阿伯 我们这个阿伯有价子 我们这个阿伯有价子 但是很多阿伯也是很有价子 对不对 好 我想到我爸爸年轻的时候 五十几岁六十几岁 他很有价子 他在政界服务耶 他也是在政治界 好啦 都很有价子 我们要看看 到底还有谁需要 卖场员工 刚才讲过了大型的卖场 一窝蜂哦 大家在气笑 怕摸东西 怕封城啊 怕没东西吃怕封城 好一侧买足 好 也很好 但是千万不要人挤人啊 你很可怕 他接触多少人 这些人又从何而来 比7000更可怕 7000是24小时后 也一样可怕 他是有时间性的 也很可怕 对不对 好 到底这些人 谁 从哪里来 不知道 从外现实来 从哪里境外移入 我们都不知道 好 所以 他们先打疫苗 要 如果你们家人 或者你经营卖场 你怕不怕 怕啊 对不对 如果开个7000我也很害怕 哇 这些人 每天都在找我 麻烦啦 到底会不会染疫情呢 很恐怖耶 好 接着下来我们再看一个 加油站员工 不出门啊 不可能的事情 计程车要动 货运司机要动 然后呢 还有人 现在很多人不敢开 不敢去坐公车 不敢坐捷运 公共运输 不敢坐了 好 但是 大家不要开车 要开车出门 也不敢坐计程车 因为计程车 最近有很多人染疫啊 所以大家不敢坐计程车 计程车司机每天 哇天啊 我常常坐计程车耶 哎呦 你不要笑我 老师 我自己吓自己 不是吓你们 对不起 好 加油站员工 那接下来 医院诊所 医生护士 来 我们先讲 感谢他们 阿弥陀佛 上帝的慈 这个呢 预防大帝的慈悲 观世音菩萨的慈悲 要好好保护他们 辛苦你们 真的 看到你们每天这样子汗流浃背 然后呢 还要呢 为大家牺牲自己 还要可能牺牲自己的性命 你看 昨天 新北居然报什么 凶杀案呢 杀什么 杀护士杀医生 杀护士杀 现在有一个 已经非常严重 想想 是什么样的社会 他们看 真的够辛苦 不懂得感恩 我上次有做过一篇直播 我讲过 到了急诊室 还把那个医生打到爆头了 什么社会 你生病了 你所有事情 你出了状况了 你发生了重大意外了 你火伤了 你烫伤了 你或者呢 你被砍杀了 或者你不小心跌伤了 断手断脚了 你要不要 或者出车祸了 你要不要医生 不管内科医生 外科医生 全部都要 还有小朋友出了状况 要不要小了科医生 所以呢 这些人 多么值得我们敬佩啊 对不对 我们是不是要爱护他们 我们要感恩他们 我们要敬重他们 而且他们现在呢 这个疫情 这么严峻当下呢 每一个人的身心疲惫的 日以继夜的 不停的在为大家救生命 感谢 所以真的要非常感谢他们 另外 一定要低线的这些人员 一定要先打量争疫苗 是不是 我高中一个同学 他在长庚医院 他后来去念了 护专 他后来呢 去长庚医院 做了护理长 我以前常跟他吃饭 他跟我吃饭的时候 他怎么告诉我 他说 我告诉你 我现在对人生看得很开 他说 我每天哦 跟生死搏斗 看到那些人就这样挂掉 然后看到那些人就这样子 支离破碎 他姓张 后面有个凤字 你知道吗 我不能讲他全名 他曾经在长庚台北长庚 当过护理长 当了很久的时间 我后来非常敬备他 现在他 他应该退休了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退休 他说他在医院的那一段时间 从一般的护理站一直到护理长 他说他真的看尽人生的生死大观 他对人生看得很透 所以你看一下子送进急诊室 一下子送到哪里 他说就 急诊室没有就好 没有抢就好 就送到哪里 太平街 医院的太平街 好 你们也可以点一篇海洋老师做的 医院的太平街 真的 你们去看一看 我今天下午播了两集节目 你们也好好看一看 还有你们的月报运势 十二生效的 还有周报运势 月报运势我分析的很详细 包括国际局势 包括经济 包括所有的 都告诉你们 你们一定要好好看一下 我们要感恩 好不好 我们要懂得感恩 接着下来 传统市场里面的老板 我说天啊 卖猪肉的 卖鱼的 卖菜的 啊 你去传统市场 几道报耶 哎呦 阿公阿伯阿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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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人哦 你们听懂吗 这些当老一辈的 我们都很敬重你们 但是你要买菜 怕小孩去染疫 我会很替你们担心 但不要人挤人啊 对不对 所以现在呢 新北市呢 跟台北市 希望呢 就是这些单位呢 就是 菜市场 我们说的传统市场呢 希望哦 能够做分流 真的需要做分流 而且呢 你要知道这些老板 他每天接触多少人 现在哦 我昨天看了一篇哦 好可怕 所有的菜市场 哇 满满的人耶 然后很多人确诊 想想看这些老板是不是也很危险呢 为了你要吃饭 为了你要吃肉 吃鱼 吃菜 他们每天面对的多少人啊 是不是要先打针呢 要啊 是不是 好 除了这些老板呢 还有谁要打针 这个老板还很重要 企业公司的老板 也要先打针 对吧 难怪说有人要组团去美国打针 好 所以呢 老板也要打针 所有的 我觉得全企业的老板都要打针 好 你们可以在下方留言 如果你觉得 谁还可以需要打针 要先打针啊 不是 是每一个人都要打针 但是 谁要先打针 好不好 你们可以在下方留言 大众运输相关人员 对啊 大众运输包括票口 包括买票的 现场买票 卖票的 还有维护 维护治安的 对不对 还有那些商店 有没有 我们讲 那个 你看台北市站 还有卖吃的那些店面 还有那些卖那个 就是伴手旅的店面 那些人员 都要先打针 台铁便当的人员也要先打针 对不对 还有战务人员 他们有没有很多人坐车嘛 然后他不是要Q一下吗 你要到往南下吗 或者北上吗 都很多人嘛 对不对 因为他要做一些分流 所以这些人要先打针 大众运输 包括火车 高铁 高速公路的这些车 还有呢 大众运输 所有的运输 都应该要先打针 否则呢 这么多人上车以后 万一被染疫了 是不是也很麻烦 那飞机就更不用讲了 开船的也不用讲 对不对 都要 包括货运都要 好 警销人员 感谢他们 还是再次感谢警销人员 都在第一线 辛谷到事 辛谷到报 消防车啊 咚咚咚咚咚救人啊 对不对 打119 消防车就来了 对不对 好 你要家里有人生病了 你看 打个 打个电话 哎 他们就来了 是不是我们要让他们先打针呢 多么辛苦的第一线人员 感谢你们 好 接下来 配送邮政外送人员 邮局最近有人染疫了 邮局有人染疫了 所以要小心 对不对 是不是这些人都要先打针呢 邮政的 外送的 还有配送的人员 比如说像是黑猫宅集变 什么宅集变 对不对 很多的宅集变 这些人要不要先打针 因为他每天 去很多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公司 对不对 所以呢 像邮政 邮政事也是 最近有 邮局就很多人染疫了 不是吗 所以这些人要先打针 来接下来 巨城车司机 这两天发生了 巨城车司机染疫 他从基隆到台北来上班 结果呢 他几天呢 带了十九个人 十一天带了十九个人 结果呢 到底多少人染疫 他自己确诊了 真正确诊了 我相信他带过人 有记录吗 没有 我是很小心的 我先讲一下 比如说上计程车 最近疫情很严重 对不对 那我是很少 最近根本不太出门 但有一天 我有坐了一次计程车 那坐那一趟计程车 我就拿我的手机 把计程车号码拍下来 为什么 把那个人的电 那个拍下来 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你坐了计程车 万一这个计程车司机 是确诊的 至少还知道 这个人确诊 你是不是要去做检验 我觉得 像上计程车 计程车司机 我觉得也应该 政府给他一个QR Code 然后呢 让大家 谁坐过他的计程车 这样是不是更清楚一点 好 所以他们要不要先打针 台湾的计程车司机有多少 太多太多 好 接下来 门禁管理相关人员 我们的管理室里面 是不是有过 三班制的管理员呢 这管理员他每天接触也是很多 他要收油包 然后呢 收外送 可能就是人家 这个楼上 像我们大楼 楼上叫东西 他就送到门口 这个管理室里面 那这些人要不要先打针呢 要 请你们先在下方留言 我相信还有很多 海洋老师没有想到的 应该都要打针的 对不对 先打疫苗的 我说的打针是打疫苗 先听清楚 疫苗进来要先让这些人先打 否则的破口会越来越多 破口会越来越多 就更麻烦 你总不能每天都叫百姓不出马 不可能嘛 那你叫百姓把它关在家里 不可能的事情嘛 那你不要工作吗 不要采买吗 不要怎么样的事情吗 不可能的事情嘛 所以这个是行不通的 都叫人家不要出门是行不通的 比如说不要去人 什么去唱KTV啦 或者去看电影啦 或者去娱乐的地方 那倒是可以做得到 不要去夜店啦 这些都可以做得到 但是你叫他其他事情都不要做 是不可能的嘛 我们每天呢 都有不同的一些事情要做 所以呢 因地因事因人质疑嘛 是不是这样子 好 你们可以在下方留言 多留一点言 好不好 给我们一点意见 下次海洋老师再做一集给大家 然后呢 接着下来 餐饮业 餐饮业它也是一样啊 我们家隔壁那个早餐店 还有 早餐 每天很多人 他排队啊 买早餐 现在很多都是呢 单身的家庭 或者呢 妈妈 单亲家庭 他没有空做很多的 这个餐给小孩吃 或者呢 他自己也要吃 是不是就要去买早餐呢 那早餐店啊 餐饮业啊 这些呢 都需要先打针 否则的话呢 真是麻烦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百货业 百货公司当然啊 人也是很多 现在百货公司的生意是很差的 也像我现在不太 不太敢去百货公司 尤其是 忠孝东路那个 两三间 哇 好可怕 学院站旁边那一家 我是不敢进去 对面那家我也不敢进去 为什么 本来 忍一忍啊 就不买了 对不对 顶多忍一忍不买 但是他们还会接触到别人啊 不是吗 那些人从哪里来 不知道 不知道 所以呢 是不是要先打针呢 包括贵姐啊 卖鞋子的 卖化妆品的 卖衣服的 卖包包的 还有地下室卖吃的饮食的 对不对 还有美食街的那些人 一样啊 是不是 那些参参盘盘呢 谁会动到呢 不知道 好 其实呢 疫苗呢 这个病毒呢 它残留在 不管你的桌上 你的东西 包括你拿的笔 都会很久的时间 它不是几小时就会消失 现在更可怕的是 因为还有呢 英国跟印度的双重变种病毒的结果 还在空气中就可以散播 那是不是更可怕 所以呢 要清零 没有零啊 那个零 要零确诊 还没那么容易啊 所以呢 我觉得这些要先 来接着下来 政府官员 好政府官员很重要啊 对不对 我们总不能无政府状态啊 是不是 那无政府状态 会变成怎么样 啊那死都不知道 真的 采买疫苗没有人买 对 好 医疗系统没有人帮你做 对 那县市社长都挂了 那还得了 所以呢 政府官员很重要 对不对 包括很多的高阶政府官员都很重要 好所以呢 你看哦 立法院也有人确诊了 还有立法院的那个立委的助理确诊了 就不用讲这么多了 我相信呢 大家都啊 还有呢 哎呦我们总统府 的的的的的 志工啊 哇也确诊了 是不是 所以呢 哦现在更可怕的是什么 总统府旁边的 高院 法院 还有呢 检察署 通通很多人确诊 哎呦 对 离总统府很近 哎呦现在更可怕的还有一件事 你们大概 应该看新闻 有些人没看到新闻 我讲一下 这件事情为什么很重要 战缸 总统府战缸的卫兵 有人确诊 那还得了啊 对不对 所以这些卫兵要不要先打针呢 要 但我今天没有放上来这些卫兵要先打针 还有开车的 对不对 总统官员不是都有坐车司机吗 要不要打针 要 不然否则呢 就会无政府状态 这是绝对不行的 那就是我们的最大的国外危机 好今天讲到这里呢 希望大家呢 不要再口水战啦 希望好好的 赶快去打疫苗 好好的有疫苗 赶快上 先让这些人先打 好海洋老师也要打 为什么 又要做很多的直播 告诉大家 世界局势变成怎么样 好 你们可以在下方里面 谢谢大家 对韩老师的持续的关心 还有呢持续的收看我的节目 当然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打到疫苗 那我们现在只能 这个时候呢 大家加油一下 好我们来讲讲 总统蔡英文昨天呢 5月31号在回为近两周以后 他两周没有出现了 青尚火线曾经政府相关政务人员 没有炒股问题 并表示呢 拥有国产疫苗是国家战略优先项目 台北市长柯文哲6月1号再抢总统 柯文哲说 大家心里都有一把尺 到现在为止呢 新冠肺炎已死亡超过100人 也没有看过蔡总统出来开记者会 但昨天高端股票一跌停 蔡英文总统就出来开记者会 好柯文哲再问蔡总统 有时候要思考一下 政府的优先项目是什么 他说呢 若没有疫苗 没有办法解决方案 那大家也没有办法 现在地球已经是打过18亿剂的疫苗 所有人类啦 就70亿人口有18亿剂的疫苗 有人打了 18亿人口有人打 大家就这18剂疫苗也代表说有解决方案 柯文哲说呢 还是那句话 国内生产 生技产业要扶植 我们也要发展自己的疫苗产业 他都没有意见 但有时候呢局势改变呢 如果台湾内部情况好 政府要政策要调整 他也没意见 现在是非常时期 柯文哲说台北市呢 市府在第一线执行政策 都很清楚 只要三级管制一开放 感染一定上升 台北还算好医疗资源丰富 如果同样的状况出现在台湾其他地方 会相当麻烦 柯文哲说呢 市有轻重缓急 还要思考看看 问他的话呢 还是主张疫苗可以进来就先打 不然三级管制再拖三个月 他昨天说 饿死得比病死得多 从连美法业都要停了 影响会越来越大 现在餐饮宴已经不能做了 我还是会出去 然后呢看到那些餐厅全部都关门 卖衣服的全部关门了 好 卖鞋卖衣服的都要关门了 然后呢美容业也要关门 好我们不是做脸了 剪头发的洗头的 好请问一下 接着下来呢 菜市场呢 大卖场呢 难道只剩下这些生意可以做吗 台湾的经济会不会就这样垮掉 肯定会 现在呢我想呢 下一波酝酿的就是什么 危机大作战是什么危机 企业倒闭潮的危机大作战 我会另外再做节目给大家 今天不讲这么多 心里很痛 柯文哲说 每个人心中都有他的喜好 骗好 而面对人命 威胁的时候 该怎么做 应该都很清楚 大家心里有一把尺 到现在为止 新冠死亡已超过一百多人 也没有看过蔡同同开记者会 但昨天高端股票一点点 蔡英文就出来开记者会 他还是重复说了一次 所以呢 我觉得呢 不管是coordinating也好 或者呢 这个疫情这么严峻 世界近日对疫苗的采购 施打争论不休 那我想呢 疫苗是一种战略物资 全世界都不够 就算呢 缺货也不是谁叫谁到 更何况 如果 要求 全世界都买单吗 不可能的事情啊 对不对 一旦 我们的疫情 再发高烧 那也是另外一种国安危机 这是我说的 所以呢 我相信呢 其实缺疫苗的国家实在太多 印度来说 已经横尸遍野 印度在南亚战略地位 不会比台湾差 凭什么 说起来 想想看 这种状况呢 就是说我们 不管是任何一个国家 他有他的 不同的战略位置 那为什么美国 这一次呢 没有伸出援手 我们不是满足啊 经过嘛 然后呢 柯文哲也说 我们还要吃莱猪啊 然后呢 然后一秒呢 哎 眼泪要掉下来了 所以 所以在高位置 在高位置 这个时候就是你 能做大菩萨的时候 真的 就是你要做大菩萨 不管如何 要以百姓的 要以百姓苍生为首啊 照顾百姓的 这个生命财产安全 是吧 我想呢 话尽于此 希望呢 我们的高位置 能够 好好地做大菩萨 我们莫拜你 真的 我们的观众呢 可以下方留言 你们要看海洋老师的影片 只要在我的视频的正上方 点影片 你们就可以搜寻到 很多你们想看的影片 非常感谢大家 长期以来对海洋老师的支持 我心已打烊 我要去修行 我觉得人生太苦了 这个世界太苦了 但是呢 我每天都撑着疲惫的身心 打扮着漂漂亮亮的 面对你们 谢谢大家 我要做很多功课 我们的小编也很辛苦 我也感谢我们的小编 非常感谢他们 我希望做更优质的节目给大家 然后让大家知道世界局势 是怎么样的情况 很多人并不知道 像我这部做那美洲啊 做很多的国家 今天我做了 也感谢大家呢 好好做好防疫 我们要自立自强 这是最重要的 爱自己 爱自己 爱我们 爱我们的同事们 好不好 爱你身旁的亲朋好友 先把自己管好 管好自己呢 就是爱所有的人了 好 谢谢大家了 不要忘记按赞分享 海外的朋友可以加我的微信 在我的视频的正前方 动动你的指头 订阅 开启小铃铛 随时可以收到海岸老师直播 希望我们的再高位子 做大菩萨 感恩你们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